这视频我们要来讲解第三节的这个练习题 and on 7 他是说一个整数 然后呢 印出yes 如果最后一位是7 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印出这个no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像367呢 就是以各位结尾 就是印7 79呢 就是以9结尾 就是回答no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问题 什么叫做以7结尾 其实就是在看它个位数 那如何取得一个数的个位数呢 我们可以对时求余 这题主要的运算呢 就是对时求余数 接着再搭配if的判断来完成 好 我们先来写一下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先读入一个数 好 那这个数呢 我们可以把它转成这个整数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进行判断 这时候判断是用if 那a呢 百分号10 等于等于这个7 就是对时取余数是7 如果是的话呢 它这边要求的就是印出yes 这个符号 那如果不是的时候呢 就alsif 那我们这时候就印出这个no 这个符号 好 那我们再运作 我们这里先点运作 这里回答yes 接下来呢 再检查其他答案 好 也可以得到每一题都答对 那这边也是它的一个标准写法 好 不过标准写法呢 写得更简洁一点点 其实呢 也可以把这个a呢 写在这边 好 就不用a的变数 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效果 类似的 如果你要取得 10位跟各位呢 就可以对100取余数 也可以得到一样的效果 然后再使用if跟else这结构呢 内说还有这个冒号 是一开始初学者要注意的部分